报警没用 我们都没成年 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女孩说的话 年仅13岁的初中女生小徐 被三名跟她年纪差不多 穿着短裙和靴子的女孩围住殴打 打完之后还录视频发到了网上 并在昨晚传播扩散开 点燃了很多网友的怒火 整个打人视频的长达10分24秒 说实话 视频看得让人震惊痛心 很难相信这是几个孩子做出来的事情 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隐私又比较暴力 我就不放相关的视频了 其中有几个细节 我用语言和相关的报道来跟大家还原一下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十三台县 综合红星新闻报道和警方通报 11月18号下午4点半左右的 14岁的邓某某 13岁的贾某某和15岁的王某某三个女生 把同校学生也就是13岁的小徐 带到北霸镇一处居民楼楼顶进行殴打 小徐被他们团团围住 先是蹲在地上 身旁其中一个女生说 哎呀 你就亲口承认一下嘛 我不打你 我不打你 随后直接扇着小徐一耳光 另一个女生则多次问道 骂我没有 骂我没有 视频当中还出现了两名男子的声音 在这段长达10分钟的画面当中 只见三名女生多次对小徐扇耳光扯头发 小徐多次求饶 甚至连鼻血都被打出来了 还是没能躲过一顿打 期间三名打人的女生 至少问了小徐两次 得不得报警 得不得给家长说 甚至威胁她 你把事情说出去了 我们就把视频发出去 报警没用 我们都没成年 报警真的对未成年人没有用吗 当地家长和警方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决心 没等到报警 三台县公安局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条视频 随即展开了核查 并且行动非常迅速 在发现这条视频的两个小时之后 把殴打小徐的人员全部抓获 通报提到 被霸凌殴打的小徐经过医院诊断 伤情无大碍 协议人对殴打他人事实公认不讳 不见该案正在调查当中 警方通报发布的当晚 当地的大量家长聚集在一起声援被打的女生 反对校园霸力场面仗观 而网友们更是一边倒的支持警方追究到底 一个网友这样说 十分钟对受害人来说是一辈子的阴影 还有充满正义感的三台县网友说 请公开处理 面对全国网友三台不怕丢人 要的是态度 要的是结果 群众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 谁家没有孩子在学校读过书上过学呢 将心比性 如果任由施暴者仗着自己是未成年人 横行霸道逍遥法外的话 谁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孩子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呢 前段时间 河北河壁16岁少女被三名女生反复霸凌 扒光衣服 强迫跪地 踩穿隐私部位 致使母亲和女儿精神失常的事情令人痛惜 如今四川三台县又出现了霸凌事件 我想 未成年保护法 绝不应该是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也绝不应该成为一些未成年人作恶的挡箭牌 希望加害者得到应有的处罚和严惩 也希望家长和相关的监护人能够深刻的反思 也希望所有地方都能够对校园霸凌重视起来 保护好我们的孩子